剛剛在右方裡面呢 當然呢 已經看到Heath了 這已經準備在熱身了 哇 這個球打得相當的高 在右外野方向相當的遠 最後 開箭球 GO! 又出去了 哇 在連續的hold住了對方的四局得分之後 Despiney呢 今天在這場比賽裡面呢 又開轟 在今天這場比賽所有軟銀隊的四分 都是由他打的 這次全壘打出去 恐怕會讓這個C5隊友有一個Double Shock 真的上一個半局的秋山翔屋的道壘 被判定是一個道壘失敗之後 這局的第一個打者 劉田優奇就擠出了全壘打 等於是讓這個傷口也要繼續擴大